國寶及台語歌王 文夏 六號晚間因為器官衰竭 在睡夢中辭世 想騎受九十四歲 文夏堪稱台灣歌壇 史上最活躍最久的歌手 九十歲還能登臺演唱 離鄉背景之人 深埋的鄉愁被寶島歌王 文夏黃昏的故鄉深情唱出 頒唱超過一甲子 弘吉一時的懷舊老歌 更是當年無法返台的 政治黑名單游子 音唱會流淚不止的歌 文夏從年輕唱到年邁 直到九十歲 丹田依舊給力 二零一八年以九十歲的寶島歌王 文夏仍公開演唱 堪稱台灣歌壇上活躍最久的歌手 本名王瑞和的文夏高商二年級就創作出第一首台語歌 飄浪之女 三十三歲十祖文夏四姐妹樂團 為本土最早流行樂團 風靡全台 能歌能演 演出十一部台語電影 灌入超過一千兩百首台語歌 成名曲不計其數 文夏在威權時代走紅 連這一首單純思念母親的歌曲 也被認定擾亂軍心被禁唱 有研究指出文夏有高達九十九首歌遭禁 不過即便到了晚年 他仍掛心台語歌傳承 但他最後說他放心了 有悲情有輕快 文夏的歌聲當年傳遍大街小巷 取了年紀相差二十五歲的學生文香 也為世人津津樂道 兩人一直牽手到老 榮獲各式榮譽獎項 也難以契集他以歌聲撫慰 多代人心的才情 六號晚間因器官篩截 於睡夢中辭世 享年九十四歲 踏上歸途 寶島歌王文夏 不只再會的港督也告別了人生 記載我們莊志誠整理報導